大多的时候,都是生活选择你,而不是你去选择生活,尽管如此不情愿,可是必须去面对,这就是人生,我只是站在原地,慢慢承受着,学会隐忍,我会努力,我会回归最初的淡漠,再见,自以为是的青春,再见,想象中的美好,当现实是啰啰的告诉你,必须去面对的时候,除了微笑, 只能微笑,1973年的生肖牛是什么命运,1973年出生于龙立鬼丑年,天干为鬼,地之为丑,鬼五行属水,丑为生肖牛,五行难阴桑松木,故为水牛之命,鬼丑难阴桑镇木,鬼为水,丑中有肥水,丑有为金之库,金能生回水,也是下之身上干,为下生伤,因而趁路得缘, 鬼丑为一种刚柔相互综合之木,不强也不弱,生肖牛人比较现实,任性强,注重实际,有宁锐的观察力,善于捕捉伤机,他们比较重视个人财富,平时对人际关系上下打电,加以维护,又赚钱的伤机时,就能够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优势得到较大的经济利益, 如果命中没有财运即兴相助,做事情就会胃头胃胃,难以成大事,若是有财心相助,虽有挫折,却能逢凶化其,又是量金钱收益, 生肖牛农历久约即兴照福,有望事业,财运,爱情,三分手生肖牛厚实诚恳,勤劳奋进,以自身的努力带动自身的好运气, 属下牛命中及幸运最旺盛的,是农历久月下旬,到适月中旬这个期间, 生肖牛人有有金和珅,叫新加林,可独当大权,尤其表现在事业领域,是追求发展的好时机, 最近挣钱比较容易,且会比别人赚多几倍,在追求高气爽的季节里,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会变得精神状态极佳, 脑子灵活多变,创意多,只可实现操作性技巧,常常会是半功倍,但是切记一定要结交结造, 在感情方面,单身的生肖鼠牛人在农历久月下旬到十月中旬, 这个期间桃花月也会比较旺盛,建议多参加聚会,以此会遇到一中人, 并且能够和心仪的另一半牵手成功,丑人物尽,生肖牛的颜控程度无药可救,生肖牛颜控指数二颗星, 生肖牛是实用逐一者,所以对于颜值的要求并没有很高, 反之,生肖牛们如果遇到那些因为颜值不尽如人意,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 会很有正义感的为他们宁愿叫去,也会刻意伸出援手, 生肖牛兴趣爱好,喜欢看历史剧电视剧,生肖牛成我踏实, 挑选电视剧的口味和眼光,也跟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一样, 喜欢后重感的写实风格的历史剧,因为生肖牛,往往都是重视传统观念的人, 对历史也格外有兴趣,并不会觉得乏味无趣,反而追得津津有味, 牛年出生的人拥有的性格特点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的韧性和忍耐力, 以及固执的态度,这些性格特点会让他们在年轻时期吃到不少苦头, 但是在进入中晚年之后往往能够过得令人羡慕的事业成绩和幸福生活, 因为他们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磨练,来改善自己对于工作和生活的认知态度, 只有努力付出才有出色的人员和成功的事业, 为晚年生活铺就一条不足的幸福大道,生肖牛越底及新造福, 行大运,若好好把握机会,将成就人生一般大事业, 一个平凡人成为一个领域的英雄,或者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 是挫折和磨难事然,因为英雄和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 英雄在孽境中抓住了孽境背后的机遇,在绝境中创造了奇迹, 人生一路走来,总会遇到很多风景,会遇到很多人, 如果说人生是一段路程,总会有人在霸图失败离场, 也会有人站在成功的舞台上,光芒四射, 大师在这提醒树牛人开运技能, 无缘,提前知命,可以改运, 人生在世纪元也很重要,人的运势是阶段性的, 五年一大运,三年一小运, 而具体到每一年的流年运势, 基本都是在大运的框架下运行, 你要相信命运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不论你信还是不信, 它就在那里,左右你的运势, 顺逆你的人生, 树牛人这辈子,最怕是小人, 要多留心眼, 欲试三思而后行, 欲人相处稍待圆滑, 可以经常到寺庙等的情形赋念, 带走自己身上的晦气, 好运次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建议树牛人可以节省奉勤, 佩戴自己的专属本命生肖的配饰, 一来可压制自己的心火, 二来可祝你在往后多逢贵人, 远隔小人, 事业顺利, 万事安排, 相信所有不顺都是暂时的, 祝愿所有人有终身平安, 机遇一生, 点击下方蓝色字体, 宫颈生肖牛, 虚空藏本命佛转运手链, 直达奉请自己属相配饰本命佛吉祥物具有招财的运势, 以木火土相生知识催旺财心, 化解财心贝克, 不拘得当则家运兴旺, 财运畅通, 经营有力, 事业发展, 旺财运崩水, 巩固财库, 使得财品亨通顺遂, 减少意外破号, 使得2018年里各方面都顺风顺水, 趁先如意步步高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